最后一个字 自工们忙着将发票分类 受到电子发票上路等因素影响 创世基金会每个月收到的捐赠发票 雪崩式下降 中奖率更是创新低 真的少了很多 都跑到云端去了 中奖率相对就低了 对啊 就千分之三而已 不只发票中奖率低 受到大环境因素影响 民众捐款额度也缩水 加上创世基金会金融分院 今年度投入大批经费 改善消防设备 确保43位院民安全 在原本的经费排挤下 院民的尿布存量也面临吃紧 尿布的部分 其实目前还欠缺很多 因为目前我们的安养院民 目前是43位院民 那其实每天都需要使用 那一天的话 至少大家抓 我们是刷10片这样子 好在社团法人 中华娱乐凤天公 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在市议员张之豪牵线下 立即捐赠227香尿布 总计有2106片 送到创世基隆分院 解决燃眉之急 因为社会环境的大环境之下不好 我们结合清水在前面 各位会员的爱心 社会大众的爱心 来抛转引力来捐助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希望大家能共享胜举 因为现在创世基金会最急需的 就是这些成人的用的尿布 那现在43个院民 其实每天使用的尿布量都相当的大 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机会 我们跟玉树凤天公这边 能够有效的让我们这些尿布 送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院民的身上 那再加上因为现在创世基金会 今年度 其实在经费上面也开始出现很多的短缺 包含其实现在大家使用的发票 也很多都不用实体发票 所以以往捐赠发票这个模式 现在也减少了很多 所以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如果你在任何的地方做消费 其实你都可以跟他索取资本发票 这样就可以捐来我们创世基金会 让我们大家基金会这边 能够继续的有这些小小的收益进来 今年加上我们有动工 就是消防市装的工程 那就是消防的 就是院区的安全提升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总共需要 木十六扇的绑火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换算成我们的尿布 其实我们的44位院民的尿布的话 要300多天 捐赠一片尿布 既被子福德 慈善功德会抛砖引玉 呼吁更多企业和社团 一起来捐尿布 帮助创世植物人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咱们都记者黄少满